最近我在装修新的工作室了 马上大家就能够看到了 你炒了一杯预算 于是我就想到 不如来盘点一下好玩 还说得过去 的Switch免费游戏 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下心理建设 今次呢我们不能够像对待荒野之鲜 或者神界原罪那样 Masterpiece一样 我们得拿出试吃甜品 那种轻浮而又随便的态度 下一个闪一个下一个闪一个 话是这么说 但免费游戏也是有亮点 有的呢也不乏独创性和耐玩性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免费 说是可以去美容店里免费体验 可他去了之后交了2000多块钱 俄罗斯方块久久吃鸡版 说到俄罗斯方块 我一个比较早的回忆 还是这个东西 我记得我非常早的时候就在 肯德基老头游戏机上面玩到了 哎呀哎呀的声音 俄罗斯方块 所以怎么说我也算是俄罗斯方块 对吧这个骨灰级 20年老玩家了 那么这个99世纪版的苏联方块 玩的是相当的刺激 既可以被敌人一对一攻击 也可被多人一起围殴 最终只有一人登顶 作为我压箱底的刷具伴侣之一 在他的陪伴下 我刷完了猎魔人第一击 还可有效预防老年痴呆 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 都拿在手里盘一盘 任天堂可能是看卡普空 不在switch上面出新的怪物猎人 于是就用卡比做了一个怪物猎人 这个免费的 把卡比游戏里的冒险部分去掉 只留下了四个 长得完全不同的猎人 一起打boss的桥段 可以升级有RPG元素 多种头盔多种职业 玩法也不一样 多职业的配合在后期关卡 还是很讲究很有深度的 相比其他公司任天堂自己出的免费游戏 就没有那种缺钱的感觉 轻松惬意的玩就行吧 但卡比猎人队的联机方式很简陋 而且模式的变化有点少 虽然角色和装备有成长的感觉 boss战多了还是会有些疲惫 我还是更怀念会吃人的闯关卡比 无畏 Dountless 就是一个网游版的怪物猎人 四个人狩猎大型怪物 用材料做装备 但用新装备狩猎更厉害的怪物 虽然玩法一样 但无畏的设计可都是原创的 怪物更奇幻 武器也有很多种 这个游戏最让我惊喜的 就是这个武器 和奎托斯一样的练刃 还有一些酷炫的动作 甩起来非常爽 无畏是个彻头彻尾的网游 跑任务什么的 这些流程都很标准 而且打击感也有点软 但网游嘛 玩起来节奏轻松快乐 匹配啊战斗都很快 加上怪物猎人的玩法 本身就很适合网游 无畏还是选择宜玩的 作为一个免费的游戏 我绝对没有任何许多 宝可梦公司 隔三差五就会扔出 一两个免费的小游戏出来 前有方可梦 让不少人香了一阵 现有宝可梦unite 这次又出了一个 宝可梦咖啡厅 消除游戏 手机上也能够玩 这次换宝可梦翻身成主人了 你要做好吃的点心 和咖啡给宝可梦吃 里面的食物 看起来都非常可爱 可口 诶 停 这个精灵球咖啡杯 哪里有卖啊 Warframe 应该是Switch上面 画面最好的游戏之一 能够保持内容没有变化的 把这么大的MMORPG 搬到Switch上面 可以说是鬼斧神功了 你看这个画面 你看我这个原式 都挺有style的 说是射击游戏 其实动作成分更多 一般动作游戏的 翻滚 二段跳 踢墙跳 滑铲 一个不少 都动作非常爽快 武器种类也很多 刀啊 枪啊 甚至还有苦无 出运营非常久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免费的游戏 一直一直在不断添加内容 原本在2013年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六分的游戏 19年的时候 GameSpot给它重新打分了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八分游戏 对于有耐心 在一个网游里 投入几百个小时的人来说 免费的Warframe 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没有什么耐心 你还可以充钱呀 突然想玩大乱斗了 怎么办 正常人购买 任天堂明星大乱斗 如果一瞬间逛掉世界上 还有大乱斗这个游戏的话 拿出英灵乱战看一下 它还是一个不错的游戏 它还是有大乱斗没有的东西的 它有雷曼 它有劳拉 而且和大乱斗相比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杀手锏 那就是 跨平台联机 作为生存主题 模拟经营爱好者 辐射避难所 这个游戏我在很多年前 就在这个手机上玩过了 那个时候呢 已经实现了涌动 自给自足 风衣足食 我其实不是那种玩游戏 特别愿意干的人 也很容易三分钟热度 尤其是很多号称免费的游戏 免费体验 爽玩第一小时 后面就很难推进 必须开始花钱才行 可它去了之后 交了两千多块钱 但辐射避难所 是个越玩越轻松的游戏 也是我唯一一个 玩到头的模拟经营游戏 而且一分钱都没有花 下一个 Delta Room第一章 首先我可以放心地说 没有人不喜欢Undertale 中文叫地下传说 或者传说之下 是我玩过的最动人 最独特 最有颠覆性的RPG 如果你还没有玩过 那就先别管什么免费游戏了 赶紧单独下载 购买一个Undertale玩 Delta Room就是Undertale的制作人 更有野心的星座 第一章是免费的 后续的章节需要付款 虽然是这么说 但这个游戏的后续章节 两年了 没有一点动静 到现在还是只有免费的第一章 我是真的很想付钱 最近刚出的Switch独占的免费游戏 Ninjela忍者泡泡汤 看着很有喷射战士的感觉 但其实玩起来完全不一样 Ninjela的战斗更简单更随机 但我已经飞快地找到了骑士的诀窍 很容易就可以拿到第一 这个诀窍就是 猥琐 Ninjela的战斗里 规定时间里谁的分数高 谁就获胜 得分的方式有两种 破坏无人机和击败玩家 所以我的秘诀就是一开始疯狂打无人机发育 发育到可以吹出超级大泡泡 变出超大武器 再去把其他人一度爆头 在我玩Ninjela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还是非常过瘾的 但可惜现在内容还不是很多 只有两个模式 两张地图 设计也有一些简陋 倒是客金系统已经挺完整了 大家也可以简单尝试一下 然后等它慢慢完善啦 最后一个跳绳 就跳绳了 以前的盘点视频 要么都是已经有的游戏 要么就是突然要买好多游戏 这次就不一样了 这次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次的免费游戏 就非常符合我现在的财政状况